呃,这个,这个还会不会 这个其实就是在算眼睛啦 这个图其实就是在算眼睛啦 这样子啊 这个图就是 两片眉毛就是一个眼睛啦 然后两片眉毛就是半圆形 剪掉这个正方形 这样看懂了没有 好,这个补到这里来 就是半圆形扣掉一个正方形 好,那半圆形呢 就是半径乘半径乘3.14的一半 一半我们习惯写出以二分之一啦 所以呢 这个就是314 然后再乘以二分之一 就是157 157是半圆形啦 然后再扣掉这两个三角形 当然你可以这么做 啊,你可以20乘以10除以2 你也可以直接把这一块 你也可以直接把这一块补到这里来 这样看懂了吗 补到这里来 它就变成一个正方形了 这样看懂吗 啊,那正方形的面积就是10乘10啦 就157减10乘10 对,57 那这个就是一个眼睛的算法 就是半圆形扣掉 正方形 就是眼睛 眼睛就是半圆形扣掉 正方形 好 好 好,再来我们再看眼镇11 你们眼睛是这样算吗 还是算公形乘以2 你爸教你的 你爸怎么教你 你爸怎么教你 你是最后有乘以2吗 他有两种算法啦 就是 你先算一个公形了 但是我不建议啦 我比较希望你们用刚刚那一题那样啊 呃,我比较不建议那个 你算一个公形再乘以2啦 那数字上比较麻烦 你可以把它变成这样子啦 你可以把它变成 我们刚刚讲的啊 就是一个半圆形 然后再扣掉一个正方形啊 这样懂吗 你就把它变成一个半圆形扣掉一个正方 一个正方形 好,我们再把它回复哈 就是 眼睛 就是一个半圆形扣掉一个正方形 半圆形就是20乘20乘3.14的一半 好,再扣掉正方形20乘20 这几乎你可以把它当公式倍 好,这线约分哈 那这乘起来就是628 8 减400 这样有没有比你的算法好算 有吗 你们老师等一下 对啊,就是四分之一圆啊 然后四分之一圆 再扣掉一个三角形啊 然后再乘以2啊 我知道啊 但是就不好算啊 然后再扣掉一个三角形 然后再扣掉三角形底层高除以2啊 然后再扣掉三角形底层高除以2啊 先算四分之一圆 然后再扣掉一个三角形 扣完之后就剩下一个弓形啊 然后乘以2就是有两个弓形啊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会 你就会算很久啊 314 314 减掉200 也不是不行啦 我就说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啦 但是数字一大就很难算 啊 这个就是先算四分之一圆 然后就扣掉 都可以啦 啊 都可以啦 啊就像 呃 交通工具 啊 你可以很多交通工具吗 比如说我儿子要去同众的医院 骑摩托最快嘛 因为开车过去很难停车嘛 啊 对啊 所以有很多工具啊 你可以选择你要的啊 啊 那这个一样了 哈 这是 四分之一圆 扣掉一个三角形 等一个三 一个 弓形 然后弓形再乘以2就是 远金 这方式最能理 最容易理解的 哈 那你 你看一下眼镭11跟眼镭12 你有什么 感 嘿 对了 有没有发现 答案一样耶 答案一样 有没有觉得在争效耶 这答案会一样 来你画一下 这答案会一样 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就先算一个啊 先算一个就变10乘10啊 先算一个嘛 然后再乘以4嘛 算一个眼睛就是半圆形 啊 半圆形 半圆形然后 扣掉正方形 对 对然后有4个嘛 等一下 这个 然后有4个啊 你看我把乘以4对不对 乘过来 这乘过来啊 那4其实可以把它分成2乘2 我可以把它变成2乘2 所以呢 这个4我可以把它变成2乘2 那乘过来 他就变成20乘20 乘3.14 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个4是2乘2 那这个2乘过来 一个2给10就变20 一个2给10就变20 这个2乘2乘过来 一个2乘10就20 2乘2就20 好啊 如果这样算呢 一样的道理啊 眼睛就是半圆形扣掉 正方形 就是20乘20 乘3.14的一半啊 然后再扣掉20乘20 啊不是就一样 就一样 所以 你也可以把它当公式 四片小眉毛累积起来等 哎四片 四个小眼睛 累积起来等于一个大眼睛 啊 你可以把它当作公式来背 当然 譬如说 我再出一个 这30 30啊 啊 四个眼睛啊 四个眼睛 他就得 一样 当然要一样啊 当然要一样啊 啊 你算四个眼睛比较难算 一个眼睛比较好算啊 对啊 当然啊 哦 但你们老师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所以0.57啦 但是学校都静止 静止 这是 一个大绝招 就是20×20×0.57 就是眼睛 就一个眼睛 但是这个方法啊 我们遇过 学校老师都静止了 所以我们后来都不教了 就是 不是 这个 这个眼睛就占整个正方形的 百分之五十七啦 啊 你们老师有教这个 我后来都不教 因为 很多学校老师都静止使用 所以我们都没教了 那为什么是这样 来 我解释给你听 为什么是这样子 来 再写试一次给你听 来 对 这无限的 来 注意啊哈 我们这里补一个1给你 这里补一个1给你哈 那这里呢 有 400 有400对不对 然后就把400提出来啊 啊 这里约分啊 啊就乘以什么 1.57 减1啊 所以为什么是 这个公式是这样来的 啊这0.57就是一个固定的数字 那就是这样会变0.57 我们再换一个数字 哎 譬如说这样子 10 10啊 眼睛呢 这个面积是多少 就10乘10乘0.57 但是 如果填充题 你可以偷用啦 那如果计算题 老师会要求你算式 那也是一样 都是就是这样来 我再 我再写一个算式给你看 我再写一个算式给你看 啊 这个 这样子哈 我随便画 那如果是40呢 编长40呢 一样的道理哦 哎 对了 那1600才0.57怎么来的 就是 半圆形 眼睛 就是 半圆形 减正方形 半圆形就是40乘40 乘3.14的一半 扣掉正方形40乘40 对 然后呢 我们把40乘40提出来 这里补一个 1给他 那就变成 40乘40 乘3.14 乘以二分之一 减一 然后这个约掉就变1.57 所以不管出什么数字 最后你算出来就是会编长成编长成0.57 哎 但是 你不能 哦 哦 我遇过很多老师都禁止了 所以我后来都懒得再教了 因为就 就会被禁止 反正就很好笑 以前补习班都拼命教这个 然后学校就拼命禁止 啊后来呢 换 啊你就学不到 你就学不到这个图形的拼接 要补还是要扣啊 对 啊你就只是背一个公式而已啊 好 然后 现在 现在社会的状况就是 学校越来越像补习班老师 补习班老师越来越像学校老师 我们都教学校老师教的方法 就 学校老师都不教 课本的方法 啊 那 我们来看演练15 演练13 14 是应该 比较没问题吧 计算错误啊 没关系 来看一下哈 其实哦 尽可能是要使用四则运算了 这个是 三角形八层底层高除以二 扣掉扇形 半径层半径层3.14的 八分之一哈 那当然啦 你就约一约嘛 对哈 约一约啊 啊还有是不是都有八 啊 所以为什么要写一个算式 啊 这个就变4 4-3.14啊 就变0.86啊 然后 8648 8864 这就是如果你用一个算式 解题的话 有些复杂的就可以 跳过了 好 那把它抄 错的把它抄起来哈 好 没错的就就这样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题 下一题也是计算错误吗 啊 好就正方形啊 10乘10啊 扣掉一个圆啊 呃 10乘10 啊不是一个圆是5乘5啊 扣掉一个圆啊 那 这19100 剪掉4728483024520 然后就21.5 好你知道我刚刚在念什么吗 好了算了这有空再讲 啊做的把它照起来哈 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演练十五哈 演练十五这一定要会的哈 那你要把它分类啊 你要把它分类 这一个 这里有一个四分之三圆 这样习做的题目哈 这里有一个四分之三圆 那还有一个四分之一圆呢 还有一个四分之一圆 还有一个四分之一圆 对就是 那当然又遇到一个问题啊 就是一大堆的3.14 啊 这个是 这个半径是十吧 半径是十啊 啊扣掉八还剩下二啊 所以另外一个半径是二啊 啊 我还是鼓励你们一个算是 来算啊 第一个是半径乘半径乘3.14 的四分之三 再加上半径乘半径乘3.14的四分之一倍 啊 这个好像3.14提出来哦 呃 这个 啊你可以把3.14提出来哈 啊 啊最后就3.14乘以76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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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哦 最好是这种四则运算就是 直视只写一个 你没写一个直视就是一个风险 你没写一个直视就是一个风险 啊那你要知道啊 将来数学都是以横式为主 啊 指示都是可以擦掉的 啊所以 不要再坚持了 赶快学 横式计算 四则运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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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